包子好了 蒸籠蓋一打開 熱氣直往上衝 碰盔碰盔的肉包 看得讓人食指大動 一掰開 湯汁瞬間流出 不說你不知道 他可是知名大導演 李安的最愛 導演李剛 還有老夫子王教授 王哲教授 他們都很愛吃 還有費捷老師也很愛吃 同班美食不簡單 要抓住名人的胃 用的是古早味老麵糰 拿溫體黑毛豬和粉蔥當餡料 一個十塊錢有找 六人比較低 但是說做愛心嘛 也是一種回饋社會啦 除了肉包還有縫鬥餡 通通只要一個十塊錢銅板 就能帶走名人夯平價美食 還有這一道 小小攤位擠滿人 罵完油櫃關東煮 台信金控董事長吳東亮 最愛就是這一碗油櫃 賣了三十多年的老闆娘 對他很有印象 吳先生要坐前面啦 他都喜歡吃這個 古早味的東西啊 所以他們以前住這附近啊 懷舊老味道 只要同板架 名人聞香而來 旁邊的臭豆腐 同樣也挑起大老闆講究的嘴 紅海董事長郭台銘 最愛士林這一攤臭豆腐 滿滿一盤堆滿泡菜 炸得外酥內軟的臭豆腐 不只讓市集小民大老闆也瘋狂 古早味的評價小吃 風靡每一張貪吃的嘴 借黃大尾張靡萱台北報導 小子 小子 我